我已经拍了二十几年戏了 我想希望有个转变 就四十岁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是 五十岁我开始写作 然后就有不同的阶段的火花 火花不敢当 是尽力了 努力 对 希望在生命中能够成长 言下之意是未来 没有想要考虑任何付出的机会吗 没有考虑 让我们欢迎青小姐 哇 青小姐 的莉玲呢 是大家期待已久 跨越世代的巨星 现在我们要叫她一声 作家林青霞 欢迎青霞姐 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台湾了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很不方便 出门 所以这次来 跟大家见面 非常开心 这次您回来 卡蒂亚团队雀跃不已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很雀跃 叫黄秋生 您真的太亲民了 您怎么 不是 您是我们的前辈 怎么会是您走过去 跟他打招呼呢 你把人家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吗 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很欣赏一个人 或者是我看到别人的长处 我最开心就是我能告诉他 我欣赏你什么地方 我希望这样带给他们一种 一种就是说鼓励啊 让他们更愿意做得更好啊 很开心啊 有信心这样子 这是我很喜欢做的事 我常常做这种事情 是 而且我很喜欢给人家意外的惊喜 昨天去煮面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中午去一家那个小吃店 我是我最喜欢吃的小吃店 每次来都要去 那么我就觉得很喜欢 脚踏实地那种感觉 看见他们那么脚踏实地 做了几十年还是这么好吃 所以我就有个冲动去跟他们一起 您真的就去煮面了 是啊 自己的面自己煮 是啊 那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看你吃面看你煮面 他们是做生意的老板 反正在那儿闲着 怎么会有这么亲民的巨星 请掌声鼓励一下 你应该没有看过第二个人 会自己去一个喜欢的老店 然后呢看着看着 觉得他们很踏实 自己也想体验一下 对对对 我自从写作之后 我对任何事情都很有好奇心 都很想参与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为什么那么久不演戏了 是还没有遇到好的剧本 还是什么原因 哎呀 您刚刚是在撒娇吗 我有点不太习惯 一个巨星跟我 哎呀 不好意思被你看出来了 没事 我特别开心 特别舒麻 这个人生嘛 要有很多个阶段 是是是 那么我在40岁我决定40岁以后就要在人生要有一个转变 我已经拍了二十几年戏了 我想希望有个转变 就40岁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是 50岁我开始写作 嗯 然后就有不同的阶段的火花 火花不敢当 是尽力了 努力 嗯 对希望在生命中能够成长 言下之意是未来没有想要考虑任何付出的机会吗 没有考虑 您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象 就像您刚刚讲 每个十年都有一个阶段嘛 那下一个十年姐姐特别想做什么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 想到那个巴黎街头去帮人家画人像 真的 真的 就是写生 就是在渡边 街头画家 街头画家 素描 素描对 可是你本身有那个功底吗 我本身是有 我有不是很大的功底啦 刚学没多久 是 但是我的新书《青霞小品》里面 有我画的这些人物素描 讲着讲着又开始打书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